林阿姨,您来了,陈小晴微笑着迎接林美玲,小雨今天状况很好,林美玲点头致谢,却在整理床头柜时发现了一条眼熟的手帕,这不是小雨的吗?她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一张意外掉落的检查单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小雨,妈妈来看你了,林美玲轻轻推开病房的门,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再次让她心如刀割。 病床上,她二十三岁的儿子林小雨安静地躺着,仿佛只是在熟睡,但林美玲知道,自从那场可怕的车祸之后,小雨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林美玲缓缓缓走到病床前,握住儿子的手,小雨,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 你最喜欢的樱花也开了,等你醒来,我们一起去赏花好不好。 说着,她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子走了进来,林阿姨。 您来了,她轻声说道,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林美玲擦了擦眼泪,回过头来,小晴,辛苦你了。 小雨今天状况怎么样? 这位名叫陈小晴的女子是林美玲两个月前,雇来照顾小雨的保姆。 虽然陈小晴今年已经38岁了,但保养得宜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小雨今天很好,刚刚护士来量了体温和血压。 一切正常,陈小晴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整理着病床周围的物品。 林美玲点点头,心中涌起一阵感激之情。 自从小雨出事后,她就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照顾儿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的精力已经不足以应付24小时的照料。 在朋友的建议下,她雇佣了陈小晴。 小晴,真的很感谢你,林美玲由衷地说道,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小晴摇摇头,温柔地说,林阿姨,您别这么说。 照顾小雨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 再说了,小雨这么乖,照顾起来一点都不累。 听到这话,林美玲心中意暖。 她看着陈小晴忙碌的身影,不禁想起了那个改变了她和小雨生活的可怕夜晚。 那是半年前的一个雨夜,刚刚大学毕业的小雨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车祸。 当林美玲赶到医院时,小雨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尽管医生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小雨始终没有醒来,最终被诊断为植物人状态。 从那天起,林美玲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她辞去了工作,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 看着曾经阳光开朗的儿子如今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林美玲心如刀脚。 她常常会想,如果那天晚上她去接小雨,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林阿姨,您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我来照顾小雨,陈小晴的声音打断了林美玲的回忆。 林美玲摇摇头,不用了,小晴。 你已经照顾了一整晚,该你休息了。 我来陪小雨一会儿。 陈小晴点点头,轻轻地退出了病房。 林美玲看着儿子沉睡的面容,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她多么希望小雨能够醒来,哪怕只是睁开眼睛看她一眼也好。 就在这时,林美玲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条手帕。 她拿起来仔细看了看,突然觉得有些眼熟。 这不是小雨去年暑假时用的那条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林美玲皱了皱眉,但很快又释然了。 可能是自己整理小雨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带来的吧。 她把手帕放回原处,继续守在儿子身边。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雨的情况始终没有好转, 但林美玲并没有放弃希望。 她每天都会和小雨说话,给她读书, 希望能唤醒她的意识。 而陈小晴则一如既往地尽心尽力照顾着小雨, 甚至比林美玲更加细心。 有一天,林美玲提前来到医院, 正准备推开病房门时, 她听到里面传来轻柔的说话声, 小雨,你知道吗? 今天外面的樱花开得可漂亮了。 我多希望你能醒来, 我们一起去看看。 林美玲愣住了, 这是陈小晴的声音。 她从来没有听过陈小晴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说话。 更让她惊讶的是, 陈小晴居然在和昏迷中的小雨聊天。 林美玲轻轻推开门, 看到陈小晴正坐在病床边, 轻轻抚摸着小雨的头发。 察觉到有人进来, 陈小晴迅速收回了手, 有些慌乱地站了起来, 林阿姨, 您来了陈小晴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表情。 林美玲心中泛起一丝异样, 但很快就压下了这种感觉。 她对陈小晴笑了笑, 小晴, 谢谢你这么用心照顾小雨。 陈小晴低下头, 轻声说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从那天起, 林美玲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比如, 陈小晴对小雨的照顾似乎超出了一般保姆的范畴。 她不仅会给小雨按摩, 还会给她读书, 甚至会和她聊天, 就好像小雨能听懂一样。 林美玲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 但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毕竟, 陈小晴的确把小雨照顾得很好, 她不应该对此有什么不满。 一天下午, 林美玲来到医院, 却发现病房里没有人。 护士告诉她, 陈小晴带着小雨去做例行检查了。 林美玲决定在走廊等候, 却意外看到陈小晴从妇产科的方向走来。 小晴, 你怎么会在那里? 林美玲忍不住问道。 陈小晴明显吃了一惊,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哦, 我刚才陪朋友来看病, 她解释道, 但眼神有些闪烁。 林美玲点点头, 没有在追问。 但这个小插曲, 却在她心中种下了一颗疑惑的种子。 又过了几天, 林美玲在整理小雨的衣物时, 无意中从口袋里调出一张纸条。 她展开一看, 上面的内容让她如坠冰枯, 那竟然是一张检查单。 上面清楚地写着 孕期必超检查。 林美玲感到一阵眩运。 这是怎么回事? 小雨怎么会有这样的检查单? 难道就在这时, 她听到病房外传来 陈小晴的声音。 是的, 我怀孕了。 不, 我还没告诉他们, 林美玲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突然想起了那条眼熟的手帕, 想起了陈小晴 对小雨异常温柔的态度, 想起了她从妇产科 走出来的那一幕。 所有的碎片 突然拼凑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真相。 林美玲猛地推开门, 陈小晴正好结束通话。 看到林美玲脸色苍白, 陈小晴关切地问道, 林阿姨, 您怎么了? 林美玲颤抖着 举起手中的检查单, 声音嘶哑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陈小晴看到检查单,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林美玲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她扶着墙, 勉强站稳, 用尽全身力气说道, 你, 你怀孕了。 孩子是小雨的。 陈小晴低下头, 轻轻点了点头。 林美玲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她无法相信自己信任的保姆,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 你, 你怎么能这样? 小雨她, 她现在这个样子, 陈小晴突然抬起头, 眼中含着泪水, 林阿姨, 我知道您可能无法原谅我, 但是我和小雨,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林美玲愣住了, 什么? 陈小晴深吸一口气, 开始讲述她和小雨的故事。 原来, 在小雨出世前, 她们已经相识并相爱。 但因为担心林美玲不会接受她们的关系, 小雨一直没有告诉母亲。 车祸发生后, 陈小晴得知消息, 心急如焚。 当她看到林美玲发布的保姆招聘信息时, 毫不犹豫地应聘了, 我只是想守护她, 照顾她, 陈小晴哽咽咽着说, 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天晚上, 小雨突然有了反应, 我太激动了, 林美玲听着这番解释, 心中五味杂陈。 她既感到愤怒, 又感到困惑。 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在昏迷状态下, 竟然让一个女人怀孕, 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 陈小晴这几个月来对小雨的照顾, 确实无微不至,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不道德? 林美玲终于开口, 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 小雨现在是植物人, 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利用她的身体, 这跟强奸有什么区别? 陈小晴泪如雨下, 林阿姨,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但是这个孩子是我和小雨爱情的结晶, 我不能放弃她。 林美玲感到一阵头痛欲裂, 她看着病床上毫无知觉的儿子, 又看了看泪流满面的陈小晴, 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你走吧, 林美玲疲惫地说, 从今天起, 你不用再来照顾小雨了。 陈小晴惊恐地看着林美玲, 林阿姨, 求求您, 不要赶我走。 我爱小雨, 我想照顾她, 林美玲打断了她的话, 够了。 你真的不要脸, 利用我儿子的身体, 还说什么爱不爱的。 你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陈小晴跌跌撞撞地跑出了病房, 留下林美玲一个人呆立在原地。 她看着儿子安详地睡眼, 突然泪如泉涌, 小雨, 对不起,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林美玲轻声说道, 紧紧握住儿子的手。 接下来的日子里, 林美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迷茫中。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一方面, 她无法原谅陈小晴的行为。 另一方面, 她又不得不承认, 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确实是小雨的血脉。 几个星期后, 林美玲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陈小晴写的, 她详细解释了她和小雨相识相爱的过程, 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歉意, 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信的最后, 陈小晴写道, 无论您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会尊重。 但请您相信, 我对小雨的爱是真挚的。 这个孩子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也是小雨生命的延续。 看完信, 林美玲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她回想起小雨出世前的日子, 似乎隐约记得 儿子曾经提到过一个特别的朋友。 当时她没有在意, 现在想来, 那个人可能就是陈小晴吧。 林美玲看着病床上的儿子, 轻声说道, 小雨, 如果你能听到, 告诉妈妈, 我该怎么做。 沉默良久, 林美玲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拿起电话, 拨通了陈小晴的号码。 小晴, 你能来医院一趟吗? 我们需要谈谈, 林美玲的声音平静而坚定。 几个小时后, 陈小晴忐忑不安地出现在病房门口。 林美玲示意她进来, 两个女人面对面坐下, 中间是依旧沉睡的小雨。 林美玲深吸一口气, 开口道, 小晴, 我想了很久。 虽然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你的行为, 但我不得不承认, 你对小雨的感情是真挚的。 陈小晴低着头, 泪水默默地流下。 林美玲继续说, 那个孩子, 毕竟是小雨的血脉。 我不能因为我们大人的矛盾, 就否定一个无辜生命的存在权。 陈小晴抬起头,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但是, 林美玲的语气变得严肃, 我有个条件。 您说, 林阿姨, 陈小晴急切地说, 我希望你能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们共同照顾小雨, 等孩子出生后, 我们一起抚养她。 但是, 你要答应我, 永远不能对外说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 为了保护小雨, 也为了保护这个孩子。 陈小晴激动地点头, 我答应您, 林阿姨。 谢谢您, 真的谢谢您。 林美玲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陈小晴的肩膀, 不用谢我。 这一切, 都是为了小雨, 为了那个还未出世的生命。 就这样, 两个女人达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协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共同照顾着小雨, 同时为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做准备。 六个月后, 一个健康的男婴咕咕坠地。 当林美玲第一次抱起这个小生命时, 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这个孩子的眉眼, 那么像小雨, 小雨, 你看, 这是你的孩子, 林美玲轻声对床上的儿子说, 妈妈会替你好好照顾她的。 陈小晴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看着这一幕,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愧疚。 时光飞逝, 三年过去了, 小男孩茁壮成长, 成为了这个特殊家庭的欢乐源泉。 林美玲和陈小晴 也从最初的尴尬和敌意 慢慢变成了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关系。 然而, 命运似乎还没有结束她的安排, 就在小男孩三岁生日那天, 奇迹发生了, 妈妈一个微弱的声音从病床上传来。 林美玲和陈小晴同时转过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只见小雨的眼皮轻轻颤动, 然后缓缓睁开, 小雨两个女人同时惊呼, 冲到床前。 小雨茫然地看着周围, 目光最后落在了站在床边的小男孩身上。 她艰难地抬起手, 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脸庞。 这, 这是小雨虚弱地问道。 林美玲和陈小晴相视一眼, 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她们知道一个更大的挑战正等待着她们。 但此刻, 她们只想沉浸在小雨苏醒的喜悦中。 小雨, 欢迎回来, 林美玲轻声说, 紧紧握住儿子的手。 陈小晴站在一旁, 泪流满面。 她知道, 未来还有很多困难要面对, 很多解释要做。 但她相信, 只要有爱在, 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 小男孩好奇地看着这个刚刚醒来的叔叔, 天真的问道, 妈妈, 她是谁呀? 这个简单的问题, 让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凝固。 林美玲和陈小晴再次对视,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决心。 是的, 她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现在, 她们是一家人了。 无论未来如何, 她们都会一起面对。 小雨虽然还很虚弱, 但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困惑和好奇。 她看着身边的两个女人, 又看了看那个小男孩, 似乎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林美玲深吸一口气, 轻声说道, 小雨,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 但现在, 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休息, 慢慢恢复。 我们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陈小晴点点头, 眼中含着泪水。 是的, 小雨。 我们都在这里, 哪里也不会去。 小男孩似乎感受到了大人们的情绪变化, 乖巧地爬上病床, 小手轻轻抚摸着小雨的脸。 叔叔, 你别怕, 我们都会照顾你的。 这个纯真的举动, 让所有人都湿了眼眶。 小雨虽然还说不出话, 但眼中流露出的温柔, 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窗外, 阳光正好。 新的一天, 新的人生, 正等待着他们去书写。 无论未来如何, 他们都将携手同行, 共同面对。 因为, 这就是生活。 充满了意外, 充满了挑战, 但也充满了爱与希望。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被接回家的第三年。 被接回亲人身边的第三年, 养女深夜敲响了我家的门。 她满脸倔强, 又难言委屈, 阿瑶说过不介意和我一起生活, 可我等了三年, 你们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向来严厉地爸爸红了眼。 亲生哥哥撞过我的肩膀, 跑去抱住女孩子, 猪猪, 哥哥再不会让你受欺负。 他们心疼地围着他, 压抑了三年的感情, 终于有了倾泻口。 爸爸让我把房间还给养女, 哥哥让我不要再争, 给我抱了外出旅行团。 后来, 他们全然忘了要来接我的约定。 我被山体滑坡困住时, 他们正在为养女过生日。 获救后, 救援队让我打电话给家人。 我摇摇头看向对方, 可以请您借我208元吗? 救援队的叔叔一愣, 208。 我掰着手指头和对方解释, 从这道火车站的公交是3元, 火车票195元, 火车站离我家的镇子比较远, 公交要10元, 加起来正好208呢。 救援队叔叔神色复杂, 丫头, 你家不在北城啊。 出这么大事, 还是等家里人来接你吧。 我轻声说, 叔叔, 我成年了, 可以自己决定回哪个家了。 我没说出口的事, 有些家人是等不到的。 昨天和旅行团的人分开后, 我在山上等到睡着了。 被骤降的气温凉醒时, 天色已暗, 山雨交加。 我握着仅有1%电量的手机, 给哥哥打了电话。 阿瑶, 你们快到了吗? 嗨! 我和爸爸下午给猪猪过生日呢, 可能冷气太低, 内外温差太大的缘故, 猪猪现在发热, 我和爸爸正要送他去医院。 哦, 对了, 你是不是今天回来来着? 嗯, 可, 你先自己回来哈。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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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手机关机了。 几间商铺的门都紧锁着, 四周在没有充电的地方。 我不敢在没有领队带路的情况下乱走, 只能蜷缩在半遮挡的棚子里。 山雨乌夜, 黑夜可不。 他们会发现我没回家吗? 会在发现后, 也像担心猪猪那样, 担心我吗? 我知道不会的。 就像他们忘了, 今天其实应该是我的生日, 而不是猪猪的。 但没关系, 不被担心也没什么关系啊。 我抱住自己, 拍拍自己的肩膀, 快睡着吧, 睡着就不怕了。 终于等到第二天, 我坐了最早的下山班车。 车上人很少, 谁也没想到会遇上山体滑坡。 只是这些, 没必要和别人解释。 我自己已经不在意, 但讲起来总会让别人觉得可怜。 救援队拗不过我, 坚持让我搭他们的顺风车去火车站。 路上救援队的叔叔感慨, 你就是运气不好, 要是左下山, 就碰不到这山体滑坡了。 旁边的人笑着说, 呵, 这还运气不好。 遇上山体滑坡都没出事, 这是忒好运了。 我微微笑着听他们说话, 点头表示硬核。 最后, 救援队的叔叔们 给我转了五百元。 我再次一一感谢, 默默保存了转账人的信息。 手机在车上冲上了电, 终于可以开机。 刚一进站, 就叮咛传来讯息。 点开, 是哥哥沈世安发来的语音。 阿瑶, 刚刚家里阿姨来电话说你还没回去, 你昨晚没有直接回家。 我和爸爸一直在医院照顾猪猪, 猪猪猪现在还没退烧。 你不知道, 他身体向来不好, 小时候就一直体弱多病。 猪猪是沈家养女, 沈时宁的小名。 剩下的语音我没有在听, 整体转了文字。 四十八秒的语音, 几乎都在描述猪猪的情况。 我的手指停顿在界面上, 一时不知怎么回复。 三年来 这样的时刻数不胜数 看着桌上的饭菜 他们会想到猪猪也喜欢吃 看到漂亮的衣服 他们会想着猪猪有没有 我们一起过的每个节日 都像是例行公事 因为他们会在晚饭后出门 带着如释重负的笑容 去往另一个女儿的住处过节 明明我并不介意同她一起生活 我也不介意她们爱她 就像我也永远无法割舍 我的养父养母一样 我当然理解 他们对养育了15年的猪猪有 更深的感情 但他们不相信 坚持说着为我好 还是把她送走了 那时我心怀愧疚 总以为是我造成了他们的分离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沈石宁 她拉着我的手 笑得有些苦涩 爸爸一直怕我们相处不好 可能觉得我从小被宠坏了 会吓到你吧 但我总想试试和你成为朋友的 我傻傻点头安慰她 沈石宁很感动 想要把脖子上的吊坠送给我 不要再拒绝了 你知道吗 这其实是你亲生母亲的遗物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你应该不在了 爸爸才送给我的 我抗拒的动作停了下来 沈石宁笑着把坠子递过来 拿着吧 本来就是你的呀 是妈妈的东西呢 我伸出手去 却在快要碰到的时候 沈石宁转动了手腕 我惊慌失措 想要去接 可快不过坠子掉落的速度 玉石吊坠砸在了瓷砖上 瞬间磕散出小碎片 爸爸和哥哥正推门进来 沈石宁红着眼睛仓皇解释 都是我 都是我 是我没拿吻 不怪阿瑶的 如果我再长大一些 或许能有更好的应对方式 可十五岁 刚刚回到沈家的我 还不曾和血缘亲人建立深厚的感情 还不曾看过太多人与世 我只心疼妈妈的遗物 没有好好保存 也害怕爸爸和哥哥误会 使我犯了错 我拧眉对沈石宁说道 你应该拿吻一些的 沈石宁的眼泪 一下子流了下来 她仿佛有无尽的委屈 犹豫许久才说道 是我不好 你说得对 这些都是你的 我不该 呜呜 我一时无措 是你够了 爸爸立声打断 我猛地一抖 第一次看见如此生气的爸爸 他眼里满是怒火 直勾勾目视我 我问你 是不是你要这个坠子 不是我 我焦急解释 是他和我说 那是母亲遗物 是他要送给我的 沈石宁也哽咽着说 对 就是这样 爸爸你不要怪阿瑶 是我要送给他的 都是我的错 你怪我吧 猪猪 你别说话 哥哥在一旁大声开口 然后转头看向我 那眼神里满是冰冷 阿瑶 我问你 这坠子是不是你想要 不 说实话 爸爸严厉呵斥道 他们的怒火和冷漠 像是刀子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只能听见 我的心跳在奋力挣扎 是我想要吗 是吗 是啊 那是妈妈的遗物 我是想要的 是 我颤抖地回答 啪 脸上火辣辣地疼 然后所有的声音 都像是离我远去 可却又无比清晰回荡在我耳边 我听见爸爸极其愤怒 我错了 我就不该同意 猪猪和你见面 我一早就料到 你会嫉妒猪猪 会因为嫉妒 而做出肮脏的事情 乡下长大的 心思怎么可能单纯 可我竟然还是给了你 伤害猪猪的机会 沈时宁哭着说 爸爸你不要怪阿瑶 都是我的错 阿瑶想要什么 我都应该给的 哥哥安慰着他的妹妹 猪猪 你别怕 你太单纯 太善良了 可你这样委屈自己 我和爸爸也会心疼了 我张张嘴想要解释 想要告诉他们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虽然在乡下长大 可是阿妈阿爸 从小就告诉我要诚实 所以我从来不撒谎 我一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老师每次看见我 都说我是很乖的学生呢 我在镇子上有很多朋友 现在的学校 大家也都喜欢和我一起玩 我才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可是爸爸已经将我定在耻辱柱上 他冷冷看着我 今天爸爸这一巴掌 是让你记住 要堂堂正正做人 如果下次 如果还让我发现你撒谎 用手段 即便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也严惩不待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 原来人在极度恐慌的时候 真的说不出话 哥哥叹了口气 别哭了 快和猪猪道个歉 和爸爸认个错 我这才发现 原来我也哭了 爸爸沉默地站着 沈石宁抓着爸爸的衣角 色缩着看着我 哥哥有些焦急地推我 快别倔了 爸爸对你这么严厉 是因为爱你啊 因为爱你 所以这次才这么生气 别犯魂了 快点道歉认错 别让爸爸真的对你失望 爸爸爱我吗 是爱的吧 那我不能让他失望啊 我放开了快要咬出血的双唇 轻轻开口道 对不起啊 猪猪 是我错了 道歉的话说出口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 只要不去想自尊 不去想对错 就好像没那么难受了 我的声音更大了些 爸爸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会了 再也不会要别人的东西了 再也不敢要别人的东西了 他们一起送猪猪回去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看着落日洒进来 又看见朝阳渐渐明亮 后知后觉意识到 原来送走沈石宁 不是为了一心一意爱我 是怕我因嫉妒而伤害沈石宁 丫头想什么事呢 我哨子吹半天都叫不回沈呀 我呆呆抬起头 直勤小姐姐笑盈盈站在我面前 哎呀 遇到天大的事 也要先上车呀 她手指一指 我这才猛然回神 谢谢您 我飞快从站台跑上了列车 时间仓促 我没看我上的是哪一节车厢 但没关系 我已经上车了 我在对的列车上 就不怕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等我落座 第二条讯息早已传了过来 猪猪的情况还是没那么好 阿瑶 哥哥知道你一直很懂事的 我刚刚又问了下旅行社 这两天出发的团还能在家人 这几个你看看喜欢哪个 随即发来的是几条链接 我没点开 应该又是什么十日旅行团 无需过多思考 我很快打字道 好的 这次我自己报名 不用麻烦哥哥了 对面也回复很快 定好了和哥哥说 这次我和爸爸一定去接你 我随意回了个表情 就迫不及待 踏上了回南城的火车 不需要了 再也不需要谁来接我了 我会自己回家的 回我真正的家 火车要坐22个小时32分钟 幸好有救援队叔叔的资助 我买了软卧的票 这一路不至于太煎熬 最终等我回到镇子上时 已经是第二天傍晚 我低着头 我低着头站在拐角处 悄悄看着家门 小院子敞开着 阿爸在落日下处理着玉米 阿哥坐在一旁帮着忙 那架已经好多年了的风扇 吱呀吱呀地吹着他俩 厨房里传来烟火器 是很熟悉的 夏天里蒜米炒丝瓜的味道 很清甜 很好吃 一切都好像和三年前一样 什么都没变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没有我 都没什么区别吧 我攥紧了衣角 南方的夏天如此闷热 以至于汗水从我脸上滚落 一颗一颗砸在脚边 我想我或许不该回来 我本来就是这个家庭的负担 如果没有我 阿爸阿妈能给阿哥更好的生活 我站了许久 直到屋子里传来阿妈的喊声 饭好了 吃饭了 阿爸站了起来 我匆忙转身 在模糊的视线里 我急急向外走着 哎 我听见阿爸喊了一声 怎么了 随后是阿妈疑惑的声音 我一路向外小跑着离开 出了小巷子 才发现自己已经屏息很久 身后已经没有声音了 我慢慢地沿街走着 所以不该回来的吧 已经没有人的生活需要我了 我该去哪里呢 还没等我思考出结论 有人风驰电车般从我身边跑过 然后站在我面前 我抬头就见阿哥满头大汗 他在看见我的一瞬间 满眼都是惊喜 阿爸 阿妈 是南南回来了 南南回来了 阿爸从身后跑了上 宽厚的手掌 一把握住我的胳膊 他双唇颤了颤 想说什么 却颤抖得说不出 我看着阿爸红了的眼睛 哽咽地先喊出口 阿爸 好奇怪 这三年里 再怎么被忽视 被比较 被人不在意 我都不曾这么难过 可这一刻 仅仅是喊了一声阿爸 我就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眼泪再控制不住 随后跟上来的阿妈喘着气 上上下下把我看了看 满面泪痕地 把我搂进了怀里 是我的南南啊 我的南南 是不是受委屈了 和阿妈说呀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怎么不叫 你阿爸走去接啊 他语无伦次 却一眼看出我的委屈 阿妈 我好想你们 我真的 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那些无法对外人 说出口的事 那些假装坚强 毫不在意的事 终于可以在这样一场 盛大的落日下 倾诉给最亲的人听了 所以我怎么可以怀疑呢 他们不爱我又如何 爱我的人 始终在这里等我 阔别三年的见面 阿妈哭了一场又一场 大家围着我 一直聊到深夜 直到阿哥满脸气愤 他们太坏了 太坏了 怎么可以这样 说着就想跑出去 阿哥帮你去揍他们 最后我们连哄带骗 才让阿哥睡下 这么一闹 阿爸阿妈 倒是没那么气了 他们更多的是心疼 阿妈拍着我的手 既然报考了南城大学 以后就别回去了 你阿爸没出息 但还是养得起你的 我点点头 在他们的安慰下 回到房间 阿妈像教小孩子一样 叮嘱我空调不能再调低 阿爸将我的枕头摆了又摆 我看着一直被阿妈阿爸保留的很好的房间 猛地低下头 好了好了 我都知道的 你们快去睡吧 我仓皇地推着他们出去 直到门外再没有了动静 我才靠着门缓缓蹲下身体 我想起了沈时宁回来的那天 他深夜敲响了大门 一身狼狈 爸爸 哥哥 我知道我要等阿瑶同意才行 可我记得阿瑶说过 不介意和我一起生活的 我等了三年了 你们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他被同寝的女孩子们嘲笑了 他们说他被家人抛弃 高中毕业也没人来接 于是冲动之下 跑了过来 爸爸愧疚地红了眼眶 听闻动静从楼上下来的哥哥 猛地撞开 我的肩膀抱住了他 别怕 猪猪 哥哥再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 沈时宁这才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红着眼硬生生挤出笑容看向我 让阿瑶看笑话了 你在爸爸和哥哥的保护下 一定没接触过这样的事吧 他像一朵狼狈 却始终乐观 美丽的花 而那一瞬间的寂静 仿佛在控诉 是我造成了他的苦难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爸爸已经对我说 阿瑶 猪猪从小认床 既然回来了 那个房间就还给猪猪 爸爸你换一件 还 我一时愣住 沈时宁满脸歉疚 撒着娇 不要这样嘛 爸爸 现在那是阿瑶的房间 我来睡客房就好了 哥哥历声反对 不行 这里一直是你的家 怎么可以睡客房 猪猪扇然泪下 哥哥一脸心疼 随即看向我 阿瑶 你向来能吃苦 住哪里都行 这次就不要和猪猪争了 可我从来没和他争过什么呀 熟悉的 摆脱不掉的偏见 又笼罩在我身上 好在我已经不再在意这些了 三年时间 早已足够让我意识到 我不应该为了不属于自己的爱而内耗 而妥协 我抓住了我 唯一能握住的教育的救生绳 奋力向上爬 我知道我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 所以不想再被困在求而不得的亲情中 我刚想说些什么 只是他们也并不真的在意我的反应 他们早已拉着猪猪上楼休息 我独自在客厅站了许久 再次清醒地意识到 那是猪猪的爸爸 是猪猪的哥哥 也是猪猪的房间 我听懂了那些藏在话语背后的前意思 我抢了猪猪的家 现在该还了 后来我躺在有些沉蔚的客房里 脑海里浮现的是 爸爸和哥哥三年前来接我的时候 路上爸爸说 咱们家在北市市中心 房子比阿瑶现在住的大很多 你的房间是你妈妈怀你的时候 就布置好的 阿瑶一定会喜欢的 七 骗子 但都无所谓了 我一直有我自己的房间 我的阿爸阿妈将他保护得很好 这是只属于我的 不需要还给任何人的房间啊 我起身小走两步 然后整个人趴倒在床上 贪婪地呼吸着熟悉的味道 心中最后的一丝愤懑也消失殆尽 直到此刻 我才打开手机 短信箱里有一条傍晚收到 还未来得及查收的消息 阿瑶 你还好吗 抱歉 我一直跟爸爸说我没关系的 但他们坚持要陪我 你别生气了 快回家吧 我替他们跟你道歉 猪猪 我看完了短信 手指习惯性地敲下 没 屏幕的亮光有些刺眼 我没再打下去 因为输入法已经自动显示出没关系 我的手指离开输入键 开始往上滑 爸爸说你很强大 面对考试都很冷静 不像我 但我还是很抱歉 让你一个人面对高考 没关系 抱歉阿瑶 我真的习惯了和爸爸 哥哥一起跨年 所以又要让你一个人过除夕夜了 等我毕业 我一定会变得成熟一些 没关系 阿瑶 哥哥就是太紧张我了 其实我只是蹭破了点皮 昨晚这么大的雪 哥哥怎么可以把你一个人留在那 我真的太抱歉了 没关系 全都是一摸一样的回复 看着这些过往记录 我自嘲地笑了下 然后删掉刚刚习惯性打出的字 重新输入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也不接受你代替谁的道歉 我已经忍受了三年 以后不想再看到你的消息了 我陆平保存了和他所有的往来记录 然后将这个号码拉进黑名单 关机 躺下 闭眼 我常常呼出一口气 只觉得一直闷在胸口的那团玉气终于散了 家人会让人拥有表达真实情绪的底气 那等你去了学校 不管遇到什么事了 一定要和阿爸阿妈说呀 我弟无数次点头 好了好了 知道了 从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始 阿妈你说了无数遍了 阿爸笑了 到时候我和你阿妈送你去 还没见过大学长什么样力 还有阿哥 阿哥也一起去 我赶忙开口 刚刚搭了下去的阿哥 一瞬间又开心了起来 见阿妈有些犹疑 我坚定地又说了一句 要么谁也别送我 要去就一家人一起去 阿爸阿妈只好答应下来 我回到房间 准备查询行程 以及搜索下南城大学的新生群 于是时隔一个月 才再次给手机开机 打开滤信 满满的都是红点 我一条条回复 最后才打开了哥哥的对话框 最近一条消息是 阿瑶 你真的太任性了 旅行社说你根本没有去旅行 你到底去哪里了 这种小孩子捉迷藏的把戏 爸爸很生气 你最好快点回来 我快速向上翻着 几乎都是在批评我 伤害了猪猪 并要求我道歉的话 我退出绿信 点开短信 爸爸发了两条讯息 第一条是我拉黑沈时宁的第二天发来的 沈承明 阿瑶 你真的太不像话了 赶紧回来 亲自和猪猪道歉 第二条是五天前 沈承明 沈青瑶 爸爸不是那种无知的人 你的这种手段 对我无效 看见讯息迅速归家 我轻笑了一声 那些让你失望一次的人 永远会一直让你失望 我也给沈承明回了两条短信 亲生女儿一个月不见 为什么您只以为我在胡闹 一点都不怀疑 我是出了什么事吗 我想您有义务向旅行社了解 您和哥哥失约的那次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沈承明很快打来电话 我挂断 他没有再打来 与此同时 律信里也发来消息提醒 沈时安 阿瑶 别闹了 大学结果应该有了 你报考了哪 填写志愿那天 他们都围着沈时宁 并不知道我的填写情况 我轻轻笑了一下 拔出北市的电话卡 插入新卡 又重新注册了律信和企鹅 他们此时还以为我是在闹 并不明白我已经做出很明确的决定了 大学有很多便利 特别是南城这几年的政务服务做得特别好 即便没有户口不原件 也能迁移户口 只是麻烦了些 等我终于办好一切 已经是开学一个月后 和老师说完感谢的话 我从办公室走出去 电梯打开 里面是浩浩荡荡一群西装革履的人 副校长正笑着对沈承明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家也有女儿 也让人操心不停啊 我只匆匆看了一眼 就撇开头 不好意思 我走楼梯 没等我迈出几步 沈时宁已经跑出电梯 抓住我的胳膊 阿瑶 跟我和爸爸谈一谈好吗 副校长瞬间反应过来 匆匆走出来 挨压同学呀 有矛盾要和家里人好好沟通啊 不能叫家里人担心 不 他们并不担心我 但我终归还是客气地笑了 好的副校长 等只剩下我和沈承明 沈时安时 气氛有些沉默 我淡淡问道 是沈时宁也来了南城大学 不能怪我有这样的下意识反应 实在是因为 之前每一次在学校见到爸爸 他要么来见沈时宁 要么来看沈时安 从不会是为了我 我大概也是知道原因的 因为我高一第一次联考的成绩太差 从此 我的每一次家长会都是助理李叔叔来参加 爸爸绝不会来学校看我 那时候 我和爸爸解释 北市的数学 语文相比南城 其实更简单 可是我在南城学的科学 北市却细细划分成了生物 物理 化学 地理四门科目 很多细小的知识点 我并没有学过 因此才被拉开很大差距 我笃定地告诉他 赶上差距并不难 学习是我最拿手的事情了 可是爸爸觉得我在找借口 他不相信小县城的教育 能够和北市相提并论 沈承明听到我的问题一愣 随后有些尴尬 不是 阿瑶 爸爸是来找你的 这样啊 我轻轻点头 所以您找我什么事 沈承明这才开口和我说 他和沈时安已经了解了事情了 他们找了我很久 阿爸阿妈那也跑了许多趟 却什么消息也没得到 因此 费了许多关系查询 才知道原来我来了南城大学 我冷静地凝视着他 没有给出他所期待的任何反应 沈承明有些错愕 因为我对他们 从来都是满腔热情 我会用心准备他们的生日 会期待和他们过每一个重要节日 我从来没有用这么冷漠的眼神 看过他 此刻他满心不解 阿瑶 就因为这件事 你一定要和爸爸僵持着吗 我反问 所以爸爸 您从没想过和我道歉 对吗 沈承明惊愕 沈时安忍不住打断了 我和沈承明的对话 阿瑶 我和爸爸都很愧疚 但不要因为这样一件事 真的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好吗 我一场冷静 说出口的话字字清晰 这件事是怎样的事呢 对你们来说很小对不对 可是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呢 你们可以不在乎我 可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阿爸阿妈辛苦养了我十五年 又牵挂了我三年 我这么努力长大 这么努力成为优秀的人 不是为了有一天 为你们的错误买单的 沈承明猛然神情悲痛 他亮呛着起身过来握住我的肩膀 阿瑶 是爸爸错了 爸爸真的很抱歉 哼 我轻轻笑了一声 从见到您开始 我就在想 到底什么时候能等到这句抱歉呢 原来要整整四十七分钟啊 可是我抬头看着他 我感觉我不是等了四十七分钟 我是等了三年又六个月呢 哎呀 沈承明猛地提高声音 他焦急又愧疚 爸爸是爱你的 爸爸也不想这样啊 我摇摇头 拿起手机 将沈时宁的短信录屏点开 放在他和沈时安的面前 那么这些 总归是你们主动想的吧 您主动和我说要加班 但下一刻我就会收到沈时宁的抱歉短信 哥哥为主动了另一个妹妹 把我独自留在血液 后来你们主动让我去旅游 主动选择不来接我 沈承明神色震惊 手指紧紧握着手机 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耐心等他们看完 才继续开口 爸爸 哥哥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们 曾有哪吒割血肉还父母 我这应该也算 因为你们死过一次 那么一切相抵了 沈承明久久沉默 沈时安痛苦地掩住双眼 突然又像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 阿瑶 你在怨对是不是 你怨对我和爸爸 是因为你对我们还有期待对不对 你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才不是 我否定得如此果断 沈时安正然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说道 才不是这样 你们和我做好约定 却又抛弃了我 害我生死一线 每个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愤怒 委屈 怨恨吧 我选择不原谅 只不过是每一个正常人 在经历这种事情后 都会有的爱憎分明而已 才不是什么期待 请你们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自上一次不欢而散后 沈时安和沈承明 没有再突然出现过 只是寝室经常会收到给我的寄件 家里也会在大大小小的节日 收到很多东西 我告诉阿爸阿妈 那些都是好东西 安心用着 我不会被这些道德绑架 这只是迟到15年的养育义务而已 此后两年的时间里面 他们一直试图联系我 但我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立场 直到大三这一年 我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要前往北市进行代表演讲 我一进会场 便看到了沈承明和沈时安 坐在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 沈承明向我笑了笑 那眼里有欣慰 有赞赏 也有期盼 沈时安见到我 便起身向我走来 阿瑶 好久不见 祝贺你 他穿着正装 在人群中很耀眼 我能感到周围注视过来的目光 我疏离得礼貌回应 好久不见 谢谢 沈时安似乎松了口气 不是很明显 但我仍能察觉出他放松了些 阿瑶 这次我和爸爸是特意为你过来的 我们不想你再感谢至此环节 少了家人的镜头 我能感受到沈时安成熟了很多 举手投足间少了很多浮躁 可他的话仍然令人费解 我疑惑地看向他 什么意思 沈时安舒然一笑 你的导师没和你说清楚吗 这是这个奖项的传统 会有镜头给到你的感谢之人 通常是导师和家人 偶尔还会给到家人发言的机会 我想你肯定不会让你的养父养母来这样场合 所以我和爸爸过来给你撑场面 你不要害怕 我终于听懂了 刚想说什么 却听见导师在喊我 我只好停止了这段对话 等到我上台时领奖致辞时 沈成明和沈时安目光殷切 我单单扫过他们 开始我的发言 最后 我想感谢我的家庭 如果说各位导师是我的领航人 那么家人就是我面对困难最大的底气 他们铸造了我人生的地基 我刚满月时 妈妈带我回老家祭祖 顺便小住一个月 却没想到东川发生了特大地震 后来找到妈妈时 她已经过世 而我不知所踪 沈成明找了我一年 渐渐开始接受我可能不在了的可能 这期间 她见了无数无人认领的女婴 最终收养了一个最像妈妈的孩子 她把我的名字给了她 并换她猪猪 因为她是他们捧在手中的明珠 是他们失而复得的宝珠 而我在人贩子手中几经辗转 最终被阿妈阿爸救下 交给公安 可是半年过去 无人来认领我 阿哥却一直哭闹着想我回来 那个年代的领养手续很简单 阿爸阿妈很快就从福利院 将我领回了家 等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义务教育虽然已经普及 但是家里养两个孩子 仍然吃力 阿爸阿妈便放弃了 给阿哥继续治疗先天缺陷的想法 这才把我们两人拉扯长大 此刻 镜头一丝不错地 给到了特殊区的阿爸阿妈和阿哥 他们异常激动地 面向镜头打招呼 阿哥乐呵呵地想要蹦跳起来 导师帮着阿爸阿妈一起护着她 我的眼眶有些热 是的 这就是我的家庭 我来自农村 或许就是这样的基因 让我天然对产生兴趣 可笑的是 竟然有人以为 我会因为这样的出身而害怕 而自卑 他们错了 爱不会让人感到害怕和自卑 不爱才会 哥哥视角 一开始我和爸爸 都以为阿瑶是在闹脾气 直到我们和旅行社了解清楚前因后果 爸爸叹了口气 时安 把他找回来吧 回来后 就不要再责怪他这次发这么大脾气了 我点点头 心里却感到隐隐的不安 我想起猪猪生日那天 生日蛋糕被端上来的时候 全场都在惊呼 我很满意看到这样的效果 毕竟这个蛋糕 确实费了我很多心思 却没想到 切完蛋糕之后 猪猪皱着眉头 有些嫌弃 哥哥 你怎么选了草莓夹心呀 我最喜欢的是樱桃 请客之间 喜悦退去 我心里有些发冷 突然意识到 我并不是无底线爱猪猪的 我期待对等的回报 哪怕他只是说一声谢谢 或是辛苦了 我都会感到开心 我都会继续像从前一样爱他 可他对我的付出 太理所应当了 那是我第一次 对这个相处了18年的妹妹 生出怨对 但后来猪猪生病 阿瑶的短信 令猪猪伤心 这些事情 让我无暇再去深究 可现在 我却不得不去想 会不会在很多个 我并不知道的时候 阿瑶也在这么怨我呢 我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因为我发现 我无论如何 都联系不上阿瑶 爸爸 可以联系一下 阿瑶的高中老师 或者联系一下 南城那家的人 爸爸不会想 再跟南城那家人产生关系 因此当即带着我 一起去找了 阿瑶高三的班主任 见了面 一向雷厉风行的爸爸 竟有些局促 高老师 是您啊 原来这位老师 也是当年爸爸的老师 成名啊 高中这么多次家长会 怎么一次也没有来过 高老师的表情有些严肃 这是因为觉得没面子吧 高老师厚厚镜片下的目光 锐利异常 因为青瑶高仪第一学期的成绩 并不好 被戳破真相 爸爸也坦然了起来 您知道的 我自己当年的成绩非常好 我大儿子也是从小一直名列前茅 突然女儿的成绩如此不理想 我也会担心家长会过后 将情绪带给孩子 索性就不来了 高老师却重重叹了口气 所以你不知道吧 青瑶第一个学期结束后 就一直都是班级前三 被城市的高校联考 从来没有调出过前五十 爸爸感到震惊 随即看向了我 我这才回过神来 阿瑶确实跟我说过 他的成绩有进步 但我没想到这么好 我突然想到高二的时候 那是阿瑶唯一一次和我谈起成绩 我连忙拿出手机 很快就翻到了那条信息 哥哥 高二的第一次联考成绩出来了 还不错 下面还有一张成绩排名的照片 那时我大二刚刚接手 企业里的事情正焦头烂额 只随口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甚至连那张图片也没点开 此刻我再一次点击那张图片 却显示已过期 我再也看不清那张图片里 我的妹妹到底考了多少分 我也再无法去窥探 那时候她到底想和我分享的是 怎样的心情 是证明 是喜悦 还是期待 我和爸爸只才意识到 这三年的时间里 我们竟没有真正地关心过这个孩子 如果没有这次的事情 或许我们永远不会来找老师 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 高老师叹了口气 成名 我当年就和你说过 你为人太过傲气 只相信自己所认为的 这样迟早会摔跟头 回去的路上 爸爸一路沉默 我看着爸爸早已不再年轻的脸 忍不住想 爸爸是否也在和我一样感到遗憾呢 原来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 妹妹竟成长得这么优秀 可在她独自努力的时候 我们不曾陪伴过她 在她取得成就的时候 竟也错过了她分享的喜悦 这么多年过去 我才知道 我本有机会参与的 因此在得知阿瑶 取得了全球性生物领域 课题的金奖时 我和爸爸再也不想错过了 爸爸推掉了好几个合作事务 将那两个月的时间 都空了下来 时安啊 我得了解了解那孩子在做的事情 这样等他愿意和我说起的时候 我就能和他聊一聊了 自上一次不欢而散后 我和爸爸又去找了阿瑶几次 可他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们说 爸爸不愿意再逼迫他 再等等吧 爸爸对我说 毕竟我们是血浓雨水的亲人 这两三个月他总要发泄一下 但总不可能两三年还生着气的 是啊 我们是血浓雨水的亲人 所以即便阿瑶说了很决绝的话 我和爸爸也不会真的就此和阿瑶断绝关系 即便我们曾经伤害过阿瑶 时间也会抹去这些 血缘亲人 总归是不一样的 颁奖前两周 我们就已经提前到了那座城市住下 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作为他的家人公开露面 告诉所有人 她是沈家被宠爱着的女儿 沈家女儿这个身份 曾让朱朱无比骄傲 让她在同学面前收获羡慕 阿瑶也会希望我们 给她带来底气的 带着期待 却又忐忑的心情 我在当天见到了阿瑶 她继承了母亲的美丽 仅仅是站在那里 就收获了许多目光 在其他人搭讪之前 我先一步喊住了阿瑶 我想告诉她 我和爸爸会是她最后的底气 可很多话来不及说出口 她就已经先行离开了 我无奈只能走回去 却在放眼望去时 看到了熟悉的人 当初接回阿瑶时 我见过他们 后来我们想方设法联系阿瑶时 又去找了他们 所以仅仅是背影 我就认出了那一家人 我的脚不顿住 心里有些不可置信 他们为什么在呢 他们知道 这次的课题是什么吗 他们听得懂 什么是生物链 什么是性状改变吗 是我认错了吧 我的脚步不受控制地 改变了方向 向前面走去 却在即将看到他们正脸时 看到了阿瑶和他的导师走过去 阿瑶似乎在向导师介绍着那一家人 于是那一家人站了起来 那个傻小子甚至控制不住身体动作 可阿瑶完全不在意 笑着制止着那个傻子的动作 牵着他的手安抚他 我听不清阿瑶在说什么 可我看见了他的口型 他在向旁边的人说着 这是我阿哥 那一刻我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为什么呢 那样的家庭难道不令人丢脸吗 那个傻子怎么配做他的哥哥呢 甚至那个傻子 怎么可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听什么 我久久不能动弹 直到工作人员过来引导 告诉我要开始了 我回到座位上 却再也没有了一开始的期待和激动 爸爸疑惑地看向我 怎么了 脸色怎么如此苍白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直到阿瑶开始上台致词 我看见爸爸的脸色 也一寸寸地苍白下来 我听见阿瑶说 爱不会让人感到害怕和自卑 不爱才会 我们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受不了 匆匆起身离场 直到站到场外 我才觉得窒息得以缓解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心想一切到底是 怎么会走到这样无法挽回的局面的呢 整个活动散场后许久 我才回到现场 会场的主灯已经关了 剩下的灯光显得有些昏暗 爸爸独自坐在空旷的会场里 我走到他身边 良久 才低声问道 爸爸 您在想什么 回答我的是沉默 您是不是也在想 我们本可以有很多机会的 如果你再努力一点 或许一开始就能找到妹妹 我们根本就不会错过这15年 如果你不曾抱有偏见 不嫌弃妹妹是在农村长大的 是不是就能早一点发现她的闪光点 你会像爱猪猪一样 把她捧在手心上 而不是用手心去打她 如果那一天 你遵守约定接到了她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一切 她不会回去那个家 不会叫别人爸爸和哥哥 我低头去看爸爸 才发现她那永远笔直的身体 早已勾搂下去 她微微抬头 那双黑色的眼睛注视着我 脸上早已满是深沉的泪痕 可她什么话也没说 却仿佛什么都说了 我痛苦地蹲下了身体 我对爸爸生出了无穷的怨恨 可却更加憎恶我自己 我想起阿瑶刚刚回来时 小小的 怯生生的 我多跟她说了几句话 她眼里就已经满是依赖 那时她高一 我高三 爸爸让我们俩 每天一起回家 高三的晚自习 比高一要晚一个半小时 她却从不抱怨 总是默默地在保安室做练习 有一次告白的人 在我桌上放了一瓶酸奶 我随手给了阿瑶 她以为是我特意买来给她的 高兴了许久 从此问她喜欢什么口味 她总要说草莓 我明明有那么多和她亲近的机会 明明有那么多 可以弥补十五年空白的机会 可人总要在失去了后 才明白自己曾经本可以拥有 多么珍贵的人和事 那场活动结束后 爸爸就停止了对猪猪的资助 十安 我们已经给她的够多了 她和阿瑶一样大三了 可以自己去实习 去勤工俭学 没有我们 她也可以活得很好 也应该活得很好 爸爸或许是以为我会反对 所以和我解释了很多 可我听完后 只觉得这样真是人至意尽了 后来猪猪哭着来敲门 但这一次再也没有人为她开门 她失魂落魄地离开 再见到猪猪 是在一次商务活动上 有从小的伙伴认了出来 哎 那不是 不是 我很快打断朋友 我们沈家只有一个女儿 我也只有一个妹妹 在南城读书 朋友恍然大悟 从此 猪猪借着沈家名号行事的路子也断了 她委屈地找上我 哥哥 你们为什么能如此狠心 需要我来填补空白的时候就养我 不需要我了 就把我一脚踢开 我平静地看着她 你曾给阿瑶发过的短信 我和爸爸都看过了 至于爸爸调查出来的 你曾对阿瑶做过的其他事情 和你曾对我撒过的谎 不需要我再向你重新描述一遍吧 她落荒而逃 再也不敢纠缠 很久后 我听圈子里的朋友讲起 说她游走在几个富豪之间 却又翻了车 下场很惨 朋友们说起这些时 都在窥探我的反应 我只淡淡回应了四个字 就由自取 他们便明白了 也就都不再理会 猪猪的求助 可我却突然体会到 吐死胡碑的讽刺 谁不是就由自取呢 我忍不住去找了阿瑶 我跟她说起了猪猪的现状 我以为她会开心 却没想到她表情冷淡 那还真是残忍 把她养成这个样子的是你们 抛弃她的也是你们 我一下子竟无地自容 在这个比我小了接近四岁的妹妹面前 感受到了浓重的羞愧 我拼命想要解释 阿瑶 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高兴 你才是我的亲妹 沈时安 阿瑶打断了我 我第一次听到她如此冰冷地叫我的名字 你的妹妹叫沈时宁 而我的名字叫云青瑶 云青瑶只有一个哥哥 叫云青玉 希望你记住 那个傻子 我呆呆地看着阿瑶 再说不出一句话 直到阿瑶起身离开 我这才回过神来 匆匆追了出去 却见阿瑶正好碰到了回寝室的室友 她嬉笑着晚上室友的胳膊 眼里再不见刚刚一丝一毫的冰冷 只有四溢与明媚 她的室友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问她 我见她来找你好几次了 你们长得有点像啊 这是你这也是你哥哥 我突然有些期待 却又一下子想起 刚刚接回阿瑶的时候 有一天的晚自习 突然狂风暴雨 我做好了淋一段雨的准备 却在出了教室口后 看到拿着伞 早已等候在那的阿瑶 周围的同学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开始起哄 我连忙低声制止他们 这是我妹 起哄的声音一下子降了下去 可随即就有人问 你妹妹我们见过呀 不长这样 我这才想起 他们都是见过猪猪的 还不知道阿瑶的身份 我急躁地匆忙推了他们一把 压低声音道 等下再说 然后匆忙跑到阿瑶身前 接过雨伞 阿瑶你先走 我和他们再讨论一道题 阿瑶很乖 没有多问 点点头便撑开伞 向外面走去 身后的几个同学 已经包了上来 快点 老实交代 对对对 哪里认识的这么漂亮的学妹 我有些气恼 手肘顶了一下那个开口调侃的同学 脱口而出便是 是表妹 表妹 但你也不能开玩笑 我说完愣了一下 有些仓皇地抬头看向阿瑶 只见她已经撑伞走入雨中 没有丝毫意样 我放下心来 时光飞缩 当初那个等我高三下课的小妹妹 已经快要大学毕业 此刻她没有回头 但偏过去看向室友的半张脸上 笑容灿烂 我却在期待过后 猛然有有些惶恐 只听见她大大方方 毫不遮掩地对室友说 才不是 我只有一个清歌 开学那天 你们不是见到过吗 这只是表哥 表哥 恰好这段时间也在南城 所以客气一下见见 一点都不熟的 我漠然抬头 天上阳光刺眼 我却觉得 调泼大雨浇了下来